2020年9月,日本黑帮公同会的老大被判死刑,引起全日本的轰动。 这位黑帮老大被称为活颜王,曾往安倍晋三家里投放燃烧弹。 即便是获刑当天,他还威胁法官说,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翻看了一下他做过的事,每件都离谱到不可思议。 2014年6月,日本媒体爆出一则新闻,一名整形医院的小护士在回家的路上被刺伤, 他的颈部、头部、身体连中数十刀,手段极其残忍,经过警方的调查取证得出结论, 此事件是日本黑帮公同会所为。 消息一出,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这个公同会可是大有来头, 日本是唯一一个承认黑帮合法化的国家, 公同会则是日本九州地区最大的黑帮。 它涉及的范围不仅在九州福岡地区, 甚至扩张到了首都东京和千叶为首的日本首都团。 在第四代总裁野村物的经营下,公同会的影响越来越大, 还经常联合其他帮派抵制山口组。 山口组可是日本历史最长,资历最深的黑帮帮派, 公同会连山口组都敢得罪,可见其势力之大。 那么这么大规模的黑帮组织, 怎么会对一个小小的护士痛下杀手呢? 原来这次的事件,与身为公同会会上的野村物有关。 早在2014年的时候,年过七十的这个野村物, 突然对自己的下体长度和尺寸感到十分的不满意, 于是他决定去医院进行一场秘密的手术。 野村物可是公同会的老大, 他的身份以及更改尺寸的事情并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于是野村物秘密地让一名医生替他进行查看之后, 便进入了手术室。 在手术前,周围的护士并不知道野村物的身份, 他们只是想要野村物不要感到紧张, 于是便打趣地说道, 想必您这满身的纹身并不疼吧, 毕竟您都来做下体手术了。 野村物听到这些话, 物以为是护士在取笑他不行, 于是在手术台上的野村物便直接跳下了手术台, 火冒三丈地骂了护士一顿。 护士和医院负责人不得不向野村道歉, 才平息了他的怒火。 后来还是在医生的安抚下, 野村物才继续回到手术台上躺下, 让护士和医生对他进行手术。 谁知手术完成之后, 野村物仍然对他的尺寸感到不满意, 甚至对护士的话也一直耿耿于怀。 野村物甚至认为是护士的话影响了他的心情, 才导致野村物在出院之后心情十分低落, 身体恢复的也不是很好, 甚至下体还出现了过敏感染的现象, 整个手术过程以及术后的恢复都让他觉得体验感很差。 野村物是越想越生气, 于是命令手下对当时开玩笑的那个护士进行打击报复。 于是在野村物术后的第六个月时, 宫藤会的人找上了那名可怜的护士, 护士在下班途中经过一条小巷子时, 突然被一名黑衣人拦住。 紧接着那个黑衣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从身后掏出了一把刀, 对护士连捅束刀。 护士根本来不及反应, 便倒在了血泊之中, 甚至连呼救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个护士根本就没有想到, 当时自己想要野村物放松的这个无心之举, 差点让他因此丧命。 但好在当时有人经过这条小巷子帮他叫了救护车, 他也因此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事后野村物还假惺惺地去医院, 看望了那名被刺伤的护士。 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言语尖海冷嘲热讽。 下提手术, 报复护士, 当面嘲讽。 真的很难把这些事件和一个黑帮老大联系在一起, 但这起事件却只是野村物离谱明场面中的其中之一。 野村物出生在日本的北九州地区, 家境十分优渥, 他的父亲是当时的大地主, 在日本经济复苏时期, 野村物一家用手里的钱财买了不少的土地, 再将这些土地租赁给工厂企业, 坐着就能收租金。 再加上野村物一共六个兄弟姐妹, 他是家里最小的。 对于这个孩子, 野村家极尽宠爱, 这也养成了野村物非常跋扈, 目中无人的性格。 他在与邻居小孩玩耍的时候, 就经常抢夺其他小朋友的玩具, 还拉帮结派欺负穷人家的小孩。 随着年岁增长, 野村物到了上学的年纪, 父亲为了让他有些出息, 动用人脉和金钱送他去了贵族学校。 但野村物从小就不是学习得了, 他在学校经常打架斗殴, 拉帮结派。 野村物就喜欢别人跟随着他, 对他唯命是从的感觉。 有一次,野村物带着一帮同学出校门偷窃, 被店家发现送进了警察局。 这件事情闹到了学校那里, 无奈之下, 学校领导找到他的父亲, 希望野村物能够休学。 毕竟以野村家族的势力, 学校领导也不敢开除他。 压根不想上学的野村物听到这个消息后, 没有犹豫便直接决定回家。 家里人也是溺爱野村物, 便任由他荒废学业, 反正家里有钱。 野村物休学后, 也没有闲着, 他集结了一帮胡棚狗友到处吃喝嫖赌, 在胡棚狗友的利剑下, 野村物接触到了赌博。 野村物在赌树上天赋极高, 每次去赌场都能挣到不少钱。 有一天晚上, 野村物手气极好, 直接在赌场上狂赚了两亿日元, 这也打破了赌场的记录。 这家赌场是日本亿黑帮控制下的产业, 里头有不少黑帮头目活跃其中。 野村物的行为引起了黑帮、 公藤会军师牧村清纯的注意。 牧村清纯看见野村物在赌场混得风生水起, 变相与野村物一决高下。 野村物也是不怕, 欣然接受了挑战。 结果牧村清纯完胜, 野村物背上了巨债。 不甘心的野村物让家里给他填了这个窟窿之后, 便找到了牧村清纯决定再赌。 牧村清纯见野村物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觉得他绝对是个黑帮的好苗子, 于是便趁着这个机会拉拢野村物进入黑帮。 野村物也是没有犹豫, 他早就知道日本黑帮的势力强大, 如果能坐上老大的位置, 那不就有千万小弟跟随自己? 刚好圆了自己的老大梦。 1978年, 野村物在牧村清纯的推荐下, 带着千万身家进入到了公藤会旗下最大的分支, 田中祖。 刚一开始, 野村物只是个小头目, 为了能往上升级, 他不仅用钱打点一切, 还积极地拉拢人脉, 在帮派里除了钱和人脉, 还要有令人信服的狠劲和战绩。 野村物的上级领导圣太郎能坐到这个位置, 靠的就是心狠手辣。 为了能够超越族长, 野村物带着手下的小弟趁着敌对的帮派不备, 直接灭掉了他们的头领, 这下他在田中祖立了威。 整个公藤会都知道野村物这号人物。 同年年中, 野村物母亲因病去世, 给他留下了7亿日元的遗产。 野村物将这笔财产带到了帮派里, 领着小弟们开启了赌场。 与此同时, 九州地区建筑公司成了野村物重点关照的对象。 每成交一笔, 建筑公司就必须给公藤会缴纳5%的保护费, 不然等待他们的便是打砸抢烧。 在野村物的威力下, 建筑公司只好乖乖缴纳保护费, 这也让野村物在田中祖越来越有威信。 底下的小弟一口一个大哥喊着, 这让野村物直接迷失在了权力之中。 凭借着狠辣淋漓的手段, 野村物在九州地区被所有人称为活颜望, 但他认为眼前的这一切还远远不够。 1980年, 组长圣太郎在一次帮派斗争中被人杀害, 这给了野村物上位的机会。 为了能够竞争成功, 他一边打压着竞争对手, 一边收买着人心, 他将帮会的共有赌场改造成私人赌场, 任由小弟们发挥, 这一举措让所有小弟们都挣到了钱, 荷包骨骨。 小弟们因此非常感激野村物。 就这样, 投票选举还没有举行, 野村物就顺利地接替了圣太郎的位置, 成为了宫藤会田中组的组长。 此时他在公藤会的地位仅次于公藤会的会长, 可组长这个职位并不是野村物的最终目标, 野村物认为权力就一定要一步到位。 于是为了能够做上会长, 野村物动用手段, 对九州和福岗两地公藤会掌管的企业都制定了新规, 除了上交保护费之外, 成交额也要上交。 除此之外, 他靠家里积攒的房地产生意人脉, 轻松帮当时的老大争取到了很多地皮, 勇于黑帮业务的投资建设, 他的能力得到了会内许多人的认可。 因此, 野村物在被提拔为组长的第二年, 就被连升为宫藤会的第四代会长。 从1982年到2019年, 野村物担任宫藤会的会长期间, 干过的伤天害理的事情是数不胜数。 制作汽车炸弹, 攻击不肯与他们合作的店主警察, 刺杀主张取缔黑帮的市议员, 公检法人员, 社区居民代表, 枪杀有利益冲突的九州电力公司负责人, 炸毁电力煤气公司高层的家, 并且枪杀其亲人, 他甚至向安倍晋散的家和其工作人员办公室投掷燃烧弹。 宫藤会对军火的利用已经达到了恐怖主义级别, 野村物就像是一个土皇帝, 但凡有人惹他不快, 他就要实施武力手段, 并且他动手的理由也非常儿戏。 宫藤成员曾在2011年用手榴弹炸毁一家酒吧, 理由是野村物觉得酒吧的门头过于丑陋, 于是便命令手下将酒吧炸平。 这场爆炸导致12名无故的平民女性重伤, 袭击着当场自杀, 仅仅是为了掩护下命令的野村物。 这些人简直就是野村物的死事, 这还是野村物恶励手段中的冰山一角。 2014年年初, 渔业巨头企业入住九州, 野村物则直接带着小弟堵在渔村门口收保护费。 渔民哪见过什么黑帮啊? 因为害怕, 渔民们都不敢出海捕鱼。 无奈之下, 渔业协会的会长找到野村物谈判, 要求他停止威胁渔民这样的行为。 野村物见渔业会长敢这样要求自己心里很不适滋味, 直接向当地的渔业市场扔了一颗手榴弹, 造成了12人丢了性命, 几百家渔滩被毁。 这还不够, 野村物还派人杀掉了渔业协会会长, 这下谁都不敢再招惹野村物, 只能乖乖交费。 渔业协会会长死于非命, 这件事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关注。 当地的警方为了抓捕野村物, 在野村物经常出没的酒吧、 赌场、会馆埋伏了很久, 却依然没能抓捕到野村物。 不过警方这次的举动, 却触怒了在暗中的野村物。 野村物为了报复警方, 派出手下枪杀了两名干警。 像这样的暴力事件屡见不鲜。 野村物目中无人, 甚至警方也不例外。 他只把杀人当成是游戏, 只要谁敢反抗他, 他就要要了谁的性命。 更戏剧的事情还在后面, 杀害渔业协会会长的事情 还没有过了风头, 野村物又残忍地夺取了一个人的生命。 在一次看牙的过程中, 医生让野村物张一下嘴, 他就认为医生是在命令自己, 于是变判小弟直接杀了这名医生。 然而无巧不成书, 证明医生竟然是渔业会长的孙子。 得知真相后, 野村物只是冷笑两声, 认为这一家死不足惜。 同年还发生了刺杀护士的那件事, 那个被刺伤的护士醒来后, 细细回想了自己所结的冤假, 最后便想到了当时来做手术 还大闹异常的野村物, 于是便指控野村物是为了报复自己, 才发生了刺杀事件。 得到消息的野村物将小弟推出去顶包, 不仅给了小弟足够的资金, 还将他的家人妥善安排。 小弟因此承担了罪名, 野村物却逍遥法外, 还时不时跑到整形医院大摇大摆地问, 被捅的护士好了吗? 我点名要他给我服务。 如此嚣张跋扈的性格激起了所有人的愤慨, 但对于他背后的势力大家都有所忌惮, 甚至警方都不敢对他怎么样, 这也导致了野村物的行为越来越过火, 在作死的道路上不断走远。 除了黑帮权力和财力, 他还妄图燃指政治。 2019年, 在国会议员选举中, 野村物因不满安倍晋三的政治想法, 直接往他的家里投了一枚燃烧弹, 将自己的好日子过到了尽头。 野村物的投放燃烧弹的暴力行为, 直接让日本政府将他列为了重点关注对象, 但野村物后面的保护伞并不是那么容易动得了的。 他跟日本前环境大臣松本龙是连金, 两人娶了一对姐妹花, 有了这层关系, 野村物谁也不怕。 再者, 他犯下的罪行都是小弟干的, 野村物早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手上没有沾一滴血, 这也成为了他屡次逃脱的关键。 但九州地区的社会治安问题已经被日本政府提上了日程, 野村物必须要整治, 不仅是因为社会治安这个原因, 还因为日本当时正在筹办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为了展现日本风貌, 野村物这样的危险人物成为了日本政府开刀的例子。 日本方面声称野村物的势力已经影响到了国际关系, 不得不对他进行制裁。 毕竟九州地区多数都是驻日美军的地盘, 野村物损害了美国利益, 美国怎么可能袖手旁观? 美国政府冻结了野村物所有的资金账户, 限制他的出境。 日本政府配合美国行动, 派出了3800名警察对其实施抓捕。 野村物看着这架势也没有恐惧, 他想着松本龙肯定不会放着他不管。 一天在他穿了一身运动装打算出门时, 被早有埋伏的警方一拥而上将他拿下, 野村物并没有反抗, 老老实实地戴上手铐去了警察局。 野村物被捕后, 群龙无手的黑帮老大公腾会摇摇欲坠四分五裂, 公腾会的地盘也被其他的黑帮趁机占领瓜分。 野村物在监狱里被提省了62次, 对于以往所犯下的案子他一直都不认, 即使是到了法庭上他也不改目中无人的态度, 甚至当庭威胁法官说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2021年8月24日, 日本福岡地方法院判决野村物因指挥实施四起袭击市民事件, 犯有谋杀罪、组织性杀人未遂罪等被判处死刑。 野村物成了日本首个被判死刑的黑帮头目。 随后, 公腾会迎来了第五代总裁, 仍然活跃在九州, 给野村物判死刑, 是日本第一次对黑帮老大做出如此铁腕的决定, 这也象征着日本在未来可能会对暴力团体进行进一步的削弱和打击。 日本与黑帮的这场战争才刚刚打响。 今天的案件分享就是这样, 这里是迷雾调查组, 我是调调, 我们下期见。 家伙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